Hello 今天跟大家分享4月我最愛用的 護膚品 化妝品 首先 我從洗面奶開始說起 進入了這款 它是一種去角質層的粉 其實它是粉末 你只要 灑一點 在手上 再用少許的水 放在手掌中心 然後這樣 然後再 敷在臉上 溫柔地按摩 大概30秒 就可以有效地去角質層 它是用摩洛克堅果油 激發細胞活性 促進肌膚能量的代謝 而且 這款粉 是比較天然的 其實人婦也可以用到 而且 除了 敷在臉上 你可以 塗在頸 或者肩膀的位置 然後再用溫水 清洗 就可以了 這款粉 我覺得 用完之後很乾淨 無論任何時期的女性 就算是懷孕 還是沒有懷孕的女性 定期 我都覺得需要去角質 通常 我一個星期 大概用一至兩次左右 那 皮膚 就會 用完之後 會覺得很乾淨 而且 比較容易吸收 即是 如果你用其他護膚粉 那 那麼多 很厚的角質 在臉上 其實是會 比較難吸收 你定期去角質 就會 再塗其他護膚粉 就會比較容易吸收 所以 這款 也是我 現在比較喜歡用的 四月份 最愛 那 我會 洗臉 通常都是用兩款 一款是Kate 這款 這款 它是 很鮮 它是這樣的 這樣拎出來 然後 就這樣擠 通常都是這樣擠 它是有點黃黃的 吃的 黃黃 大家看到嗎 它是 好像檸檬黃色 有些膠狀的 洗麵奶 那 你用水 將它 因為 你用水 首先 我會將它 放在臉上 然後 再用水 去 用一點 水 再擦 它 就會有很多泡 出來 通常 它說 大概 用三十秒 左右 早上 早上 晚下 都用 每一次 就用 大概按摩三十秒 然後 再用 溫水 洗乾淨 它 它是 它 它說 可以令你的皮膚 更加 有光澤 還有 涼白的效果 那 它 那 我覺得 它 這個 效果 我都覺得 是很好的 那 還有 它 我覺得 它這樣 都很 很乾淨 就這樣拎開 這樣擠出來 那 我覺得 很方便 那 這隻 就是 我已經用了兩個月 的了 我都覺得效果 OK 如果大家 想 想換洗麵奶 都可以試一下 那 另外 就是 這隻 這隻 我相信牌子 都不需要我去介紹 那 它是 法國的 医學品牌 還有 它 都會 比較天然一點的成分 那 它是 完全是 膠狀的 那 一 按摩 然後 用水洗 這樣就可以了 那 那 這兩隻 但是它 就有一點點香味 那 這隻 Cate 這隻 是沒有香味 我就 覺得它沒有什麼香味 這隻 就有一點點香味 因為它 都 有一點點 加了一些 香料 進去 所以 這個味道 就香一點 但是 我最近 都是用這隻 多一點 那 講完 洗臉 就講 卸妝 那 我還是繼續 覺得 這隻 粉紅色的 這隻 是 很好用的 我已經 其實 已經 不停地 都是用 這隻 卸妝油 那 我覺得它 是 我之前用過綠色 那隻 我覺得它 柔一點點 但是用這隻 就覺得它乾爽一點 還有 它說可以去黑頭 針對黑頭 各方面的情況 那 我覺得 用了很久了 就 來 用完了 那 我也覺得 它各方面 的功能 都做得很好 所以 這隻 絕對 是我的最愛 那 講完 這個 還有它可以 成面 都可以射 那 有時候我會射上眼 都可以的 很方便 那 那 這隻 這隻 專門 射眼 和 瞬 就不可以射臉 那 它也是 油 它也是 射妝油 那 也是 那 好像 就是 它也是 但是 它 它是 油 但是它 是很水狀的油 就是它是 好像水狀 那樣 的 好 大家看看 它是很水狀的 那 然後呢 你也是 這樣 沾一點 在手上 那 它吸收得很快 而且 大家可以看看 它是 它吸收得很快 而且 它的香味 比較重 那 那 它是專門射眼的 和唇 那 所以我覺得 通常 如果化很厚的眼妝呢 那 通常 我都是把它放在 化妝棉那裡 那 通常 抹幾下 就已經射光了 所以我覺得 它是OK的 現在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洗澡液和洗頭水 那 我因為 懷孕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選一些 想用一些比較天然的洗頭水 那 我發覺這隻是 我們 出自加拿大的品牌 叫 Rocky Mountain 那 它是 一隻shampoo來的 那 我買了 那 它是用什麼製造的呢 它是有 Rosemary Mine 成分 全部都是 用一些比較天然的 種子 植物的種子 一些花 還有一些 有些水果的成分 還有有椰子油 去製造的 那 它就沒有任何的SLS SLS 那些 那些 化學的成分 即是化學的起泡劑 那 我用了之後 我用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涼淨淨的 那 還有 它 沒有 而且 它真的沒有什麼泡 即是你要 即是 它的泡是很少 因為它是天然 所以它 它的泡是很少的 那 但是呢 因為我 頭頂是油性的 髮尾又很乾 因為我之前經常電 啊 腌啊 那 所以我髮尾的頭髮是很差的 那 頭頂又很油 那 但是用它呢 它 即是它上面 就說是可以平衡你的頭髮 不會說很油 但是我用完之後呢 就覺得它很黏 還有呢 即是 削頭頂呢 依然是很油 但是呢 髮尾 就很乾 即是洗完之後呢 就好像 拿著一 一塊很硬的 不知 木頭的東西 即是我的頭髮就好像 一塊很硬的 那樣 那我就覺得它 最一塊一塊 即不是說所有天然的東西 都會好用 那它是天然 它當然是對 即是 對 對我 是沒有什麼害 那 還有它最好的就是 它不是 即是它 它是 no animal test 這樣 那但是 我就覺得 即是 我也是想找一些 好用的 又天然的 產品 那所以 這隻 我就 覺得 就不是很適合我用了 那 最近呢 嗯 我 有試過這隻 韓國的牌子 那很多人都說 這隻韓國的牌子 即是 韓國人本身喜歡用的 那 其他 我們 其他人呢 都不太喜歡 這股味 是很重的人參味 因為它說它是用人參做的 那 但是呢 我個人就覺得 其實這股味呢 我是可以 接受的 也不是說 太難聞太難聞 那 還有呢 我 因為我之前用完這隻 就很油 而且下面就很乾 但是我用了它之後呢 那 出油的情況 是少了很多 那 還有呢 我 起碼洗完之後 我不會覺得 好像拿著一塊很硬的東西 我的頭髮呢 就 柔軟很多 所以 我覺得這隻呢 是可以 試一下 還有它價錢呢 是便宜過 剛才那隻 那 他說呢 你用了 大概 大半支 就開始有效 那我也想試一下 那 那 講完洗頭水了 那我就講一下 這隻 Condition了 那 它是 是 是 來自一個澳洲天然的牌子 那 它有 它有 出 Shampoo Condition了 它有出 Skin Care 那樣的 我都有用過 那它呢 是沒有任何的 就是 動物測試 也都沒有 SLS SLE 那 那 它也是 就是 它上面呢 都有寫的 它這裏 全部 就是 它這裏 全部都有寫的 那 我就覺得 它 它的成分 都可以 而且 它的味道 都可以 很敏 那 它都是用一些 維他命E 啊 用一些 果油 啊 一些植物的成分 去製 所以 我也覺得 其實都可以 有 有 芦衣草油 那 它味道 我都覺得 是可以 接受的 那 你說 好不好用呢 我覺得 Kiehl's 那隻 就 好用一點 因為它是 針對 我的 受損 的頭髮 那 這隻 它 通常 都是 即 它 沒有 好針對 受損的頭髮 那 所以呢 它主要是有保濕的成分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好用呢 就是 一般 大概 六分 五分到六分 左右 那 但是呢 也不會說 差得很厲害 很離譜 所以我都會繼續 用回 因為它都沒有用完 那 那 最近用的 洗澡液呢 就是這隻 啊 都是來自 這個 澳洲的 牌子 那 它的名字很長 我就免得讀了 那 它就是這樣 它也是用一些 天然的 嗯 它說是用一些 天然的 橄欖油 上面也有寫 天然的味道 也很香 那 我已經用了 一半了 那 那 它 挺保濕的 那 所以 都OK 我可以 可以接受 就可以了 那 那 說完 洗澡液 我忘記了 剛剛忘記了說 這個 Kiehl's的 它是一個 焗油膏來的 那 它的 味道也是超好聞 它也是用 橄欖油 那些做的 它是針對一些 受損的頭髮 所以 我之前的 Conditioner 也是用它 那 我覺得用它 和現在焗油 也是用它 我覺得它是非常之好的 對 特別 針對我這隻 受損的頭髮 用完之後 頭髮很滑 而且不會打擊 所以 我就覺得 好 如果大家 想試一下 又是 我感受 頭髮比較 傷 那 也可以試一下 Kiehl's的